在东京奥运会结束后 未能入选国拼参赛名单的大满贯得主丁宁也是宣布正式退役 而他在退役后 就立刻进入了北大迅速的让自己从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转变成为了一名在校大学生 由此开启了自己的校园生活 来到北大的丁宁 平时的学习和生活都相当惬意 作为国拼大满贯得主 他走在校园里 经常会遇到自己的粉丝上前索要签名和合影 还在空余时间担任北大乒乓球课的助教 人气依然相当的高 今年已经31岁的丁宁的感情生活 也是网友非常关心的话题 大家都想知道 像丁宁这样的大满贯运动员究竟会找怎么样的男士 与他共度余生的 就在近日 有网友拍到丁宁与一位神秘男子手牵手甜蜜的在逛街 两人亲密的举止证明是男女朋友无疑了 据知情人士透露 其实两人在一起有段时间了 只不过丁宁一直都没有对外宣布 这位知情人还表示这位男士丁宁要大一些 男方父母对这位奥运冠军儿媳妇非常满意 双方已经确定春节过后就举办婚礼 虽然目前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丁宁本人的回应 但是已经31岁的他也确实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在他还未退役时 丁宁就毫不掩饰地透露自己也希望能够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 但是因为国平有规定不能太谈恋爱 丁宁也只能遵守 但是现在已经退役了的丁宁 可以大胆地寻找自己的感情 而属于他的这个缘分也终于来到了他的身边 希望不久之后 我们就能听到丁宁自己幸福的宣布 自己家要结婚的喜讯 想必到时候婚礼现场又能看到 国平一家亲的温馨场面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